好 各位同學好 我們呢 那從今天開始有24堂課的時間 要把國際經濟學做一個瀏覽 作為一個考試的準備 在國際經濟學這個科目當中 往往是在研習當中是一個腦力激盪 所以要辛苦大家在24堂課 不斷在腦力激盪 一直在重複一個觀念 然後在一直變化一個觀念 所以呢 這個國際經濟學跟經濟學差別在哪裡呢 經濟學是一個就是普通科 而這個國際經濟學是一個專科 就像醫生 你家庭醫生什麼都摸一點點 但是呢 不夠精準 但是國際經濟學是經濟學當中的一個重要的一個議題 它是算專科 所以會講得更加的詳細 那在我們今天課程當中 主要是要對國際經濟學的架構做一個描述 然後來考慮到未來我們的課程它的安排 首先我要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考國際經濟學的同學有哪些是外交人員 我要先理解一下 外交人員幾個 其他的呢 經濟 經濟人員 OK 這個我們呢 那國際經濟學今天要開始講到它的基本概念 當然第一個我們要先把這個科目做了一個定位 誰需要讀國際經濟學 不用讀啦 除非你要考試 所以它的對象 就像剛才所講到了 包括經濟行政人員 外交人員 國際商務 這些人員 大概有這三種這一個對象 是我們要這一個演習的一個學生 那你說外交特考 外交特考 幹嘛讀國際經濟學呢 經濟行政人員跟經濟有關係 外交特考為什麼也要考國際經濟學呢 你知道什麼叫外交 外交你表面上是國外之間的政治的交往 這叫外交嗎 豈不是齁 外交其實很大的部分是在 跟外國的交流是在經濟這一部分 也就是國際貿易或國際金融的方面 所以呢 外交特考 那要考這個國際經濟學是有它的一個原理的 可是呢 大部分的外交特考的人員 他是沒有寫過經濟學的 他就直接就跳到專科 所以呢 在演習當中 那跟一般經濟行政人員 因為一般經濟學他讀過經濟學 那所以呢 在一些理論的理解當中 比較有一個基礎 但是外交人員沒有學過經濟學 不用擔心 因為外交人員他的一個國際學 考的是比較淺白一點 不像那個經濟行政人員可能比較刁鑽 數學比較多一點 所以因此呢 這一部分就是外交人員 他跟經濟行政人員 我有點喘 空氣的不太精細 那外交人員他的一個國際經濟學 比較淺明一點 不過他有一個特性 因為他實務方面可能會要注重一點 有關一些貿易的協定啊 這一些或者貿易的法規 可能在我們的國際經濟學當中 會放進來 一些國際經濟組織 雖然我們的一個經濟行政人員 也會考這東西 但是外交特考 最大的區別 就在一些制度上面 協定當中 會有一些那麼琢磨 那我剛才講到 外交特考考這東西 因為外交政治跟經濟是一體的 我有一個小子子 他是外交人員 你知道他的媳婦是什麼 他的媳婦是國貿級的 所以你知道嗎 顯然兩個很有關係吧 所以因此呢 這個就是我們呢 外交特考國際經濟學 要被準備 那所以呢 這對象有著三個 第二個問題來了 就是我們的一個 國際經濟學 跟經濟學 國際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但是哪一個先有呢 先有國際經濟學 還是先有經濟學 大家想說 當然先有經濟學 那讀完又再讀 國際經濟學吧 那從歷史的發展當中 並不是這樣子 最早期的經濟學的開端 是從國際經濟學開始講起的 你知道嗎 在18世紀 就是我們現在經濟學的開端 亞當之密這些人 開始把經濟做一個分析 可是他們最早的經濟分析 是叫做什麼呢 18世紀的經濟學 不叫經濟學 叫做政治經濟學 前面都兩個政治 因為在當時 我們的經濟的研究的範圍 大概只有兩個部分 沒有講到什麼消費者行為 理論什麼無意期限 分析方法 沒有的 在那個時代 18世紀那個時代 我們的經濟學 只考慮到兩個東西 一個叫什麼財政 一個政府的財政的一個 這個政策是怎麼樣 第二個是國際貿易 所以因此這兩個都跟政治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看 這一個 這一個 金奧斯汀的這一個小說裡邊 他說你讀的是什麼東西啊 他不會講我讀經濟學 他不會講我讀的是政治經濟學 因為當時的經濟學 只在討論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以及政府跟人民之間的關係 可是經濟學的發展到現在 已經呢 像帝國主義無限的扣章 哪個履歷都要把它討論一下 消費者的行為要討論一下 生產者的行為要討論一下 喔 所以的經濟學 後來就發展出來了 一個系統性的發展 包括了 那我們的一些 那麼經濟學當中 不僅是講到政治的一個經濟學 而且還提到了一些 那麼我們的各個履歷都放進來吧 你看諾貝爾經濟學得獎組 那這些他討論的經濟範圍非常多吧 所以的因此呢 簡單來講的話 就從早期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 到現在的一個 到現在所謂的經濟學 那它的差別在於 它把所有的一個經濟的 把所有的經濟的一個行為 都做了一個描述 水的因此呢 也這樣子 可是呢 在經濟學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你呢 生活當中 天天都是噴到一些經濟的問題 但是 你在包張雜誌 換開今天的報紙 看看網路吧 你看看經濟學 在討論經濟學的時候 討論的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講到 消費者怎麼做選擇嗎 你去這網路上看今天的消息 有沒有講消費者的行為是怎麼樣 有沒有講到生產者的行為是怎麼樣 你看不到這新聞啊 經濟學你在課堂上讀了半天 可是呢 在生活當中 好像沒有什麼議題可討論吧 但是經濟學當中的一個部分 叫做國際經濟學 就是你每天在網路當中 你看到的都是國際經濟學 它的一個議題啊 所以國際經濟學是重要之重要啊 你呢 國際經濟學 跟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幾個例來講的話 現在看看你一生的一個行頭 哪一個跟國際貿易沒關係的 你的手機是哪一個我手機 是蘋果的吧 三星的吧 那是國際貿易的一部分 你的生活當中 你吃的東西 哪個是完全是本土的 大部分要不是進口的 也許它的燃料是進口的 所以因此呢 人生處處都有經濟學 可是你在議題當中 每天討論的就是國際經濟學 什麼意思啊 你看今天發生什麼事情 中美貿易戰 那不是你報紙上看到的一個重要的議題嗎 或你又看到了RCEP 前兩天在發生RCEP 這一個 它的協定 這一個 也是跟國際經濟學關係 你還看到什麼東西 要換個報紙 哪一個跟國際經濟學沒關係的呢 美牛 美豬 國際經濟學吧 你看到什麼東西呢 你看到昨天新台幣又升值了 喔 中央銀行緊張了 喔 除了升值對我們的出國會受到影響吧 喔 所以的因此呢 翻看我們的網路的消息 經濟學都在講國際經濟學 就是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離不太跟外國之間的接觸吧 所以呢 政治經濟學 國際經濟學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然呢 在經濟學的發展當中 我們呢 有關於國際經濟學 它是經濟學的分支 那經濟學包括什麼東西呢 在經濟 經濟行政人員 它的經驗行政人員 它的考科當中 有考經濟學吧 那有考什麼 公共經濟學啊 那有考什麼 國際經濟學吧 還有考後幣銀行吧 喔 你看看這些都跟經濟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我們呢 先不講我們的一個 那麼國際經濟學 我們只講經濟學 經濟學的一個發展 就是從亞當斯密開始講起的 那早期的經濟學 叫做古典 亞當斯密這些人 叫古典學派 那古典學派呢 那麼它在春系的過程當中 完完全前 亞當斯密是不會畫什麼呢 他不會畫圖形啊 他的書也沒有所謂的 任何一個數學式啦 完全都是用文字來悉數啦 所以呢 因此呢 古典學派就是以前的 政治經濟學當中 他講到呢 有的經濟分析 都是用文字在說明的吧 但是呢 成績何時 經濟學慢慢的被系統化了 所以呢 這系統化就是呈現在一個地方 各位你們讀過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 你知道你們讀的個體經濟學 是哪一派 是哪一派呢 是已經把它系統化了 這種系統化的經濟學 就是你們目前經濟學 用的核心的方式 這叫新古典理論 經濟學老師沒有講說 你們寫的新古典理論 其實經濟學現在課本上 我們在研習當中 叫做新古典的經濟學 新古典學派 就是馬歇爾以來 我們的經濟學已經被系統化了 這系統化的經濟學 包括了兩個靈異 沒有寫過經濟學的人 那你就大概理解一下 你們在進行政人員當中 那麼經濟學 包括了哪個兩個部分呢 第一個叫個體經濟學 什麼叫個體經濟學呢 就是講到個別單位 它的經濟的行為 跟它相對的是 總體經濟學 宏觀的 它不是講個別的 是講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 它運作的方式 所以呢 中國大陸叫宏觀經濟學 叫總體經濟學 一個是講個別的行為 一個在講整體國家的行為 那回答我 那個體經濟學的分析當中 它包括了什麼東西呢 就放開課本來看喔 你的 也許經濟學 你們經濟學已經學過一陣子了吧 學到哪個地方 個體學完了沒 恐怕還沒有啦 不過我跟你講 個體經濟學 它主要在討論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消費的行為 有一大堆消費行為理論 光是消費行為 你就花很多時間 那人們怎麼做消費的選擇 講完了以後 就想到生產的行為 喔 那生產者的行為 又怎麼去描述它 用系統化的方式 講完生產語 有消費有生產 而栽集 就開始做什麼呢 交易了吧 這叫做市場的行為 所謂的因此呢 也就是個體分析 再講到消費生產 跟市場 它的一個經濟的一個活動 經濟的行為 跟我們的古典協來不一樣的是 新古典協派叫系統化 我們知道所有的諾貝爾的一個 這一個項目當中 社會科學只有一個 其他都是 除了和平講之外 那這個其他都是自然科學吧 只有經濟學 是唯一的 唯一的社會科學 那你說社會科學的意思怎麼樣呢 社會科學 這個科學的定義就是系統化 它不是像古典協派說 就用文字推論嘛 你必須要用很嚴謹的方式 什麼嚴謹的方式呢 用數學來表明 用數學來表明 用圖形來表明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的新古典協派 跟古典協派的差別 而消費者行為你就發現 你讀消費者行為 你一大堆圖系 一大堆書學士 身材行為一大堆圖系 一大堆書學士吧 好吧 生產 消費 消費生產跟市場 講完這東西以後 個體經濟學 這時候就加注一個東西了 當私人在做消費生產 市場在做交易的構成當中 你不要忽略了 有一個人的角色 這個人角色 可能呢 加進來以後 整個這個行為 又產生一些變化了 那是誰啊 政府 所以因此呢 政府的角色 在這裡放進來吧 如果市場運作的完美的話 我們叫做什麼啊 叫市場機制 但是市場運作不完美的話 你們財政協也講過吧 叫市場私林了吧 那市場私林政府有介入的角色吧 如果把整個我們的分析的重點 把它加入政府的角色 這叫做公共經濟協 公共經濟協 公共經濟協 就是也可以說是財政協 其實應該講公共經濟協比較好 因為早些財政講 所以說這些東西而已吧 那現在公共經濟協 除了稅座之外 所有東西都把它轟進來 投票啊 這個什麼呢 投票的理論等等 這些都是跟我們的一個什麼 政府的角色是有關係的 好吧 經濟行政人員 除了考經濟協之外 他還考了一個專科 叫做公共經濟協 或者以前政治經濟協當中的財政協 所以的因此呢 這樣 那我們的一個總體經濟協 討論的內容是怎麼樣呢 總體經濟協不是從他個別 而討論到整個國家 整體部門他的運作吧 所以總體經濟協 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 大家講到 因為國家整體的表現是怎麼樣 那這整體的表現 用什麼來表現出來呢 當然叫國民所得 所以總體經濟協 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 來講國民所得 因為這代表一個國家 整體經濟的表現吧 所以呢 因此呢 叫做國民所得 國民所得的理論 叫總體經濟協 那一個國家國民所得的 就是這個決定我們叫GDP 可是當一個國家國民所的決定當中 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可能會影響我們的國民所得 這是什麼東西呢 叫做貨幣 貨幣 銀行 所以因此呢 也就是說國民所得 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重要的假設 就是整個金融體系 所以因此呢 這金融體系就是貨幣 銀行它的運作吧 所以因此呢 經濟行政人員 不僅講經濟協 而且還有更深的講到 公共經濟協 而且還要講到 我們一個專科 叫做貨幣銀行協 所以因此呢 這就是我們的 經濟的一個分析內容 可是呢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在講到 個體經濟協 分析到這個地方以後 其實 我們要再加入一個因素 哪一個因素呢 因為 剛才講這些東西 都不考慮到外國 那如果把外國 考慮進來的話 那這時候 整個分析 要做了一個更 更深入的一個討論 所以因此呢 這叫做開放 如果今天在開放經濟之下 個體經濟協 人們的消費怎麼消費 生產怎麼生產 如果把國外因素 考慮進來的話 人們的消費的行為 生產的行為 市場交易的行為 可能要做一個 這一個修改 這樣一來的話 就變成國際貿易 國一國之間生產 消費 還有市場交易 叫做國際貿易 顯然的 這不要按這個事情 國際貿易 它是一個個體經濟協的分支 只是它是把我們的一個 外國的因素放進來 如何影響人們的決策 所以國際貿易 它的意思這樣子 國際貿易是從個體經濟協 那麼這個分析當中 延伸出來的 那總體經濟協呢 總體經濟協呢 總體經濟協 國民所得 貨幣銀行 一個國家 貨幣金融 它的一個運作 可是呢 貨幣銀行包括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中華民國的貨幣 它的一個 在供給貨幣的需求的運作 但是 如果把一件事情放進來的話 這個貨幣就不是一個國家的貨幣喔 是兩個國家的貨幣吧 那兩個國家的貨幣怎麼運作啊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對國民所得有什麼影響 所謂的從這個地方 如果把開放經濟考進來的話 這就是國際金融 國與國之間金融的一個 這一個運作 所以因此呢 也就是我們的經濟協 那麼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知道 國際貿易 是個體經濟的一個延伸 只是把開放經濟的因素放進來 而國際金融 它就是把開放經濟的因素放進來 來解釋貨幣怎麼運作 所得怎麼樣運作 這樣就了解嗎 所以因此呢 這個我們的一個整個架構是這樣子 那這兩個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國際經濟協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國際貿易 一個叫做國際金融 國際貿易是個體經濟的延伸 國際金融就是貨幣 國內金融把它延伸到國際金融當中 所以因此呢 國際經濟協它的架構在這個地方 它就得到了 那你知道經濟行政人員 經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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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選部一直有一個聲音出來 什麼聲音出來 就是我們呢 在上一任 上一任的考選部長 他覺得目前考生太辛苦 還什麼之類的 考又沒有合一吧 所以因此呢 準備要刪減考科 刪減考科 財稅人員要刪減考科 把考科減少了 經濟行政人員要刪考科 然後哪一個把它刪掉 哪一個刪掉 其中一個叫做國際經濟協要把它刪掉 目前還沒有定案 而且遙遙無期 因為講到很多爭議啦 那他要把國際經濟協刪掉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 那經濟行政人員 考國際經濟協不用啦 因為 個體經濟協裡面有講到國際經濟協 國際貿易的部分吧 已經讀過了幹嘛要讀 那個已經包含進來了 為什麼呢 比方說去年的高 今年的高考 今年考考經濟協 考了一個題目 就國際經濟協要 那簡單之簡單 對國際經濟協來講 這是送分的題目吧 但是對經濟協的人來講 可能要思考一下 OK 所以他們的想法是 已經考過經濟協要 已經包括國際貿易的部分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理由存不存在呢 這個理由好像是理由啦 但是也不算是理由 為什麼呢 因為經濟協是 經濟協在講國際貿易是非常簡單 像今年高考的題目 高考經濟協的題目 是很簡單的 但是國際經濟協其實 還有很多的細節 要討論進來吧 那你寫的是 可能是五分之一套而已啊 可能是一點點的一個皮毛而已 所以這個 在我們的一個公聽會當中 因為他要舉辦公聽會吧 說刪掉殺掉好不好呢 那麼我們上國際經濟協的人 不應該刪掉 財政協也說不應該刪掉 這一個什麼 按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那既然經濟協有講到了 幹嘛還要再考國際經濟協 那如果這樣的話 公共經濟協不用考吧 公共經濟協經濟協的一部分吧 貨幣銀行也不用考吧 因為它還是經濟協的一部分 OK 不過目前我們還沒有 遙遙無期這個考試 但是外交人員 國際經濟協是不會刪掉的 因為你這個貿易的交流 這個一定是跟你息息相關吧 所以因此呢 那我們說 這就是我們呢 一開始的時候 基本的一個理解 所以什麼叫國際經濟協 國際經濟協 它主要的內容 在討論到什麼東西呢 國際經濟協 主要就是你要討論到的 國際 國與國之間的 所以呢 它是在講到 國家之間 國與國之間跨國啦 國家之間 在討論什麼東西呢 那資源 資源到底是怎麼樣配置 國與國之間 資源到底是怎麼樣去配置 這資源的配置 資源包括什麼東西呢 在國際經濟協當中 在討論到資源配置 包括一個 那商品怎麼配置 國與國之間 商品怎麼配置 你生產什麼東西 我生產什麼東西 這配置吧 所以因此呢 這個資源的配置 包括商品 商品怎麼配置 可是呢 在傳統的 或者你們經濟協議 都在講商品的配置 商品怎麼樣 在國與國之間 來做一個配置 可是事實的真相是 今天全球化的構成 不是商品的配置而已啊 還包括什麼東西呢 還包括生產要素的配置 什麼生產要素的配置呢 勞動的配置 外勞的問題啊 不是嗎 所以因此呢 勞動就生產要素 或者是服務 勞務服務 service 所以我們的國際貿易 不是只有商品貿易 還包括什麼呢 胡貿吧 胡貿易吧 那胡貿以前很少被提到的 可是現在胡貿 在全球的過程中 越來越重要了 所以因此呢 這叫做WTO 不僅有所謂的 商品貿易的協定 還有服務貿易的協定 這也是資源的配置吧 除了這東西之外 還有什麼配置呢 那除了商品要素 服務之外 還包括一個東西 叫做資金什麼配置 所以因此呢 那我們說對外投資啊 或者外國對台灣的投資啊 這個資金的配置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因此呢 國際經濟協調就是 這些東西 在商品服務資金 在國與國之間 它的移動 移動 那這移動的過程當中 會產生了一些效應 會產生一些效果吧 那所以呢 國際經濟協調 當投資這東西以後 就要講到了 對於這些移動當中 我們呢 政府的一個什麼呢 政府的一個政策 政府的一個政策是怎麼樣 所以因此呢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科樂關稅啊 或者是服務貿 還有我們的資金 那麼這些 它的一個效果是怎麼樣 所以因此呢 這就是 我們的國際經濟協 它主要討論到這東西 這些我們的政策 那前者就是理論 或者就是 政府加進去以後 那它會守什麼鮮國 跟公共經濟協差別在哪裡 公共經濟差別 公共經濟差別 公共經濟只要講政府的介入啦 政府的介入啦 可是國際經濟協 在講政府的介入吧 可是 我們公共經濟協 講政府的介入是這樣 對國內 國內經濟的介入啊 就是 它只要講國內經濟而已啊 你財政協 你財政協 這樣子講到 國內的一個 怎麼樣資源配置 然後政府在國內這個政策 是在專注國內的 但是呢 我們的國際經濟協 講到稅跟 講到稅 跟我們的財政協 財政協講到稅 有一點不太一樣 財政協講到稅 幾乎很少提到一個稅 什麼稅 關稅 很少講到關稅啦 但是我們的國際經濟協 特別強調關稅 所以因此呢 那也就是 也是把政府考慮進來 只是 它的一個議題 是跟國一國之間有關係的 這樣講 理解嗎 所以因此呢 就是要討論到這個東西 國家之間 它的一個 這個資源的配置 到底它產生什麼經濟的效果 那如果是這樣子一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們的一個分析 要從這裡開始講起 國際經濟協它的架構是怎麼樣 國際經濟協的架構 通常我們把國際經濟協分成兩大鍋面 兩個結構 第一個 如同大家所講到的 就是國貿 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回答我 是什麼樣的延伸 是個體經濟協的延伸 所以的因此呢 國際貿易是個體經濟協的延伸 而它討論的是 把開放經濟協的效果看進來 那國貿它主要是討論什麼呢 用個體經濟協的分析的方法 來討論到 為什麼會發生貿易 為什麼會發生貿易呢 貿易的原因在哪個地方 所以的因此呢 貿易會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呢 在我們的國際貿易的前半段 就要講理論 理論就第一個要討論到 貿易為什麼發生原因 那貿易發生原因 就有好多種理論 那麼在這裡要被運作的 那第二個 那這個貿易 到底它的型態會怎麼樣 你呢 想要跟人家交易的 可是你應該買什麼東西 賣什麼東西 出口合物 進口合物 所以的因此呢 就是要貿易的型態 好 怎麼去貿易 這貿易的一個效果是怎麼樣 當它貿易了以後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當你出口跟進口的話 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要分析 對消費者會有什麼影響 對生產者會有什麼影響 對市場會有什麼影響 這就是國際貿易 那就是到底為什麼發生貿易 貿易的是怎麼樣進行 然後到底為什麼發生效果 還有一個東西 那這個貿易它的利得 要怎麼分配 貿易了以後 會產生一些利益吧 可是這個利益會有什麼分配呢 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對不對 所以呢因此呢 有主張自由貿易的 有 反對自由貿易 川普 喔 喔 他呢 這個什麼型呢 他說這個 他可能在利益的分配當中 他考慮到的是 生產者 消費者 他的利益可能是不一樣 所以 因此呢 就是貿易發生的原因 他的形態 比較重 這個就是我們呢 那麼每一章開始的時候 都會講到 這個貿易的理論 可是呢 這個貿易的理論 基本上 我們都沒有講到政府的角色 現在 要把政府的角色放進來了吧 所以的因此呢 就要講到貿易的政策 貿易政策 所以的因此呢 國際貿易就包括理論跟政策 政策 包括什麼東西呢 關稅的政策是怎麼樣 喔 還有呢 我們的進口的配額啊 限制一些啊 甚至這個貿易還呢 有了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的服務 服貿怎麼樣 甚至還包括什麼型呢 技術 技術的交流 或者是智慧財產的 智慧財產的保護等等 這些都是政府的一些 政策的含義吧 所以因此呢 那這就是國際貿易理論跟政策 可是呢 這樣就結束了嗎 國為國自治在進行貿易 可是呢 要不是自由 我們就把它二分划吧 要不是政府不干預的 就前半段 自由貿易 要不然就政府干預的 要保護 或者是限制一些貿易啊 那有沒有一種情況 有一點保護 又有一點限制的 有沒有這種情況呢 喔 你看看RCEP RCEP 那他是保護還是 自由貿易 RCEP是自由貿易吧 不對喔 RCEP對於會員國之間 是更自由的吧 那如果你不是會員的話 你就什麼 被排擠掉了吧 所以呢 因此呢 在我們的一個 國際貿易 除了理論跟政策之外 他講到 現行我們的一個 整個國際當中 在進行的一些貿易的一個整合 國際經濟的整合吧 所以的因此呢 貿易的整合 在進行貿易的時候 要把它整合起來 這整合包括什麼東西呢 到八了 兩個國家 更正起來講的話 兩個地區 他的一個貿易要合作 整合就是合作啦 兩個國家 或者兩個記憶 在整合 比方說 美國跟韓國 那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 就叫雙邊貿易協定 對不對呢 或者是RCEP 哇 是好多好多的人 好多個國家 一起來協定吧 所以呢 因此呢 這個整合包括了什麼呢 雙邊 雙邊正確來講 兩個經濟體 他的合作 或者那多邊的 整合 多邊整合 整合到什麼程度 我們的RCEP 或者是我們的CPTP 這個 會員更多了吧 如果全世界都整合在一起的貿易的整合 以前世界為整合的目標的 這是WTO啊 喔 所以的因此雙邊多邊 整合這是全球化 他的一個趨勢 那也就是說 可能是全球的 WTO 也可能是7億的 7億爆發的範圍 可能是兩個國家 可能是 疫情國家 可能 7億如果越大越大 把整合全世界 視為一個7億的話 就是WTO吧 如果在整合的 更多更多的 跟火星來整合 叫星際整合 那是好像 星際整合 那科幻小說會有的 目前就到 國際的一個整合吧 雙邊協定 或者是多邊的協定 這在外交特考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呢 那天天講的是 阿學朋友 哎呀 他們沒參加啦 阿公啊 蠻恨的阿公說 要參加 我們要用什麼 用中國台灣的民意經濟吧 不守 不用怕 我不用怕 不參加無所謂吧 我們有些人說 不參加無所謂 沒什麼了不起吧 我們要治理我們的 我們的 這一個CPTPP吧 CPTPP都沒辦法參加 也無所謂啦 有這種情況呢 有所謂 但是這個所謂 到底影響程度是怎麼樣 後想 以後再講 所謂的因此呢 這就是 經濟整合 它的一個 這一個 那麼內涵 在外交特考 這裡非常多 那整合包括什麼東西整合 商品自由貿易啊 整合吧 欸不對喔 不是只有商品自由貿易喔 我們的一個什麼性呢 我們的 勞動 服務 也要 來做一個整合 除了他們這樣之外 投資也要做整合啊 所以整合的內容越來越多啦 整合的內容越來越多吧 這叫做 我們的一個什麼 前面進步吧 CPTPP 那CP 就前面的 C就是前面Comprehensive 進步的 你知道 跟以前的整合 以前的WTO 早期叫GATT 之後在商品的整合啊 商品貿易整合 現在 鋪天蓋地 什麼都整合吧 啊 CP也是一樣 整合不是只有商品 還包括 豪物 還包括我們的投資的整合 所以呢 因此呢 那或者是 全球或者是 7億的協定 那內容是怎麼樣 好吧 以上 我們所講到這個 在我們的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當中 大概都主要把重點放在商品吧 難得全球化 已經不是 後暢其流的 後不是商品的商品是吧 人盡其財啦 OK 所以因此呢 那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在國一國之間它的移動 喔 這個也要被放進來 我們把它特別獨立起來是 它不是在講商品 而在講生產要素 那是勞動資本這些叫生產要素吧 那它的分析跟商品非常類似 但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喔 就是 這一個什麼 這一個它的本質 有類似商品貿易 但是它要跟西製的去調整它 以上就是國際貿易 再講到內容 那我剛剛講到了 那我們呢 國際進行分成兩個東西 叫做國際貿易跟國際金融 那金融 就是跟貨幣有關係的 金融 金融的融 就是資金融 那個融 這一個我們貨幣的一個交流 那所謂的因此呢 這是屬於總體分析 總體分析 那麼可是呢 國際金融討論是什麼東西呢 既然是國與國之間它的一個金融市場 國與國之間金融市場 一個當代想要什麼 要講到 有關於 我們的貨幣 兩國貨幣它 是怎麼兌換的 誰呢 因此呢 這叫做誰 外匯 外幣 外匯市場 外匯市場 我們要講外匯市場是什麼東西 國際商務人員 就很強調這個東西 叫做外匯市場 它的內涵是怎麼樣 那外匯市場 有人提供外匯啊 有人需要外匯吧 那有人提供外匯 外匯有收入進來了 有人需要外匯有支出了吧 這會表現一個東西 就是國際數字 而它可以用一個 這一個 用一個這個 部計來計 來衡量 誰的因此 叫國際數字 那麼它的一個財幣的內容吧 所以國際金融一開始 講到外匯市場 那些是供給黨的需求 他是怎麼用 那這外匯市場 那麼 國際金融當然講到 兩國貨幣兌換的比例吧 這兩國貨幣兌換的比例 新台幣為什麼 會升值 為什麼要貶值 什麼時候升值 那它的價位 是怎麼樣被決定的 它的價位 價位是怎麼決定的 所以這時候要開始討論了吧 到底會力是怎麼決定的 所以因此呢 叫做會力的決定 兩國貨幣交換的比例 歸之為會力 所以因此呢 會力到底它是怎麼決定的 那會力怎麼決定 我們就好多種理論來說的 為什麼最近新台幣升值 是因為我們出口往生了嗎 還是還是因為外資不斷的 從香港跑到台灣來了 是因為我們出口很厲害呢 還是因為外資都跑到台灣來了呢 那是什麼原因呢 結果各種不同的理論出來了吧 這種叫做會力的決定論 可是會力的決定論 就是看這樣子而已嗎 不 因為如果會力是由市場決定的話 我們就以系列理論 它是在什麼區域政府沒有干預的 這一種叫什麼叫 叫浮動會力 在浮動會力制度之下 會力到底是怎麼決定的 政府不去干預它 政府不去干預它 那會力就是由市場來決定嘛 那市場供給跟需求 經濟節也一定告訴我 市場供給最後相等吧 那當它相等的時候 會力就被決定了 就要像蘋果 價格怎麼決定 有供給跟需求 那會力就 類似你把蘋果像人是外幣 也是有供給跟需求決定吧 那會力就決定了吧 所以在會力的決定 但是新台幣會力 是由外匯市場供給跟需求決定的嗎 有時候不是喔 那是什麼呢 中央銀行講話了啦 然後都干預了啦 那一支手進來了啦 所以的會力的決定是在浮動 中央銀行不干預 它是怎麼決定 就有一個理論出來了 但是中央銀行通常會去干預它吧 那這干預它的結果 會力就定在 為什麼是 變成是 那把這個 本來甚至突然在最後尾盤的時候 就變貶值了 那中央銀行來干預它啦 不是由市場決定了吧 那中央銀行干預這個市場 外匯市場 外匯市場 私人的外匯市場 不盡工期平了 因為還有中央銀行這部 那這樣就會影響我們的國際所知 所以因此呢 也就是 外匯市場決定會力 而國際所知 它的決定 或者它的調整 就是要去干預它 這是在固定會力制度之下 或者盯住會力 中央銀行去干預它 如果中央銀行去把會力 把它干預定在哪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是怎麼樣 那就會影響國際所知 這樣真的嗎 那你認為我們是浮動會力還是固定會力 我們是浮動會力還是固定會力 那答案是浮動 不過中央銀行有時候就進來了 就要管理式的浮動會力 所以因此呢 但是我們把它二分化 不要講那個 因為干預到什麼程度 這個灰色地帶 很難說它的一個 干預的程度大的地方 原則上我們是讓市場去運作 但中央銀行有時候一起干預它 所以現實來講的話 是這兩個之間的 好吧 國際金融 它呢 要討論的就是 主要是這兩個議題 可是呢 問題來了 那 國與國之間 那把國際貨幣的因素 考慮進來了 那 你知道吧 總理在講到國民所得的結定 現在把外國的因素放進來以後 國際的因素放進來以後 國際的因素放進來以後 其實我們國民所得也可能會受到影響吧 所以的因此呢 就是要提到的 如果是在開放經濟的話 GDP 國民所得到底它是怎麼決定 跟我們不同的是 在開放經濟當中 國民所得是怎麼決定的 外國景氣好 對台灣會怎麼樣 外國的一個 這一個 讓 這一個 匯率變動了以後 我們的國民所都會怎麼決定的 所以的因此呢 叫做國民所決定 在開放經濟之下 國民所得到底怎麼決定呢 各位我們的經濟協有沒有講到 開放經濟國民所的決定 有啦 再最後一章啦 可是在前半段 在前半段 在總體經濟協 總體經濟協 前半段講到 總體經濟協國民所決定 都沒有講到匯率的問題啦 從來都沒有講到一個國家 那是一個美國這個什麼呢 這個 因為我們用的教科書都是美國人 美國人 我是老大 我只要考一次級就好了 別人都是那個 小 這個小咖的 我都不管 所以我們的經濟協課本 總體經濟課本 美國人寫的 美國的教科書為主的 所以呢 那講到什麼 講到IS起限 LM起限 從頭到尾都好像 是外國語無物啊 這樣講啊 但是台灣可以這樣講嗎 台灣如果只考一到 我們的RSLM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外交特考就 忘掉了 你就不用講了 但是經濟協的 你要知道總體界 最後一個什麼呢 最後一章 在講到什麼 把外國因素放進來以後 國際受制的因素放進來以後 國民所得的決定 跟國民的決定 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外國因素 影響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經濟表現 會有很大的影響 可是總體經濟協 幾乎把重點都放在什麼 沒有外國的因素 那國民所得 是怎麼決定 事實上那很重要的 總體經濟協頂座 是在最後一章 最後一兩章 把國外的因素放進來吧 但是我們的國際經濟協 是專科啊 這個外國因素放進來 會產生了很多很多的一個理論出來 所以因此呢 你呢 國際經濟協 你就抱著一個心態了 不讀啦 不讀 不讀 我就經濟協就好了 你的成績會怎麼樣 運氣好成績好像還不錯 我們個體經濟協的 個體經濟協最後一章 再講到國際貿易 有稍微提到吧 我們的總體經濟最後一章 最後一兩章 有講到我們的國外的因素 運氣好的時候就是經濟協再考一次吧 考國際協再考經濟協 你放心好了 這機會不是很大的 像今年是有這個機會啦 但是往往它的內容 是比我們的經濟協 要來得更深入 比經濟協你要更深入的 所以如果碰到那種情況的話 你光是經濟協進氣的時候 你就會胖子啊 就不曉得怎麼回答 運氣好就是經濟協再來一次 考國際協的考經濟協 那通常運氣不是嘛 今年運氣 今年經濟協的經濟協 就考國際經濟協的關稅這部分吧 那那是很冷氣 也有這種可能啦 所以開放經濟 我們的一個這個經濟被解決 那你知道 那我們的一個匯率 國際數字調整 跟開放經濟之外 我們的國際金融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 那全世界 你是採取固定匯率還是 全世界各個國家 有些採取固定匯率 有些採取浮動匯率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 有一點固定又有一點互動 你說有這種可能嗎 管理師的互動匯率吧 我不講管理師的互動匯率 有一點是固定又有一點是互動 好 好